日立兄台南村的生日卡是一个人口只有百个人的争讨 这当前开始在这款小美就会基盘規备嚣经的外团 在这亲家朋友少少子下 每一年都去不吃多话在UK前来到老师 今年就来了六百个人 为的是掌握大学都来参加 专门市相当老师 他在乡丁丁丸老母一日发生黄包 还在来参加回备教征的UK 六百个人有的大人 中生这家的林三公家跟妈妈 有营丽、有黄包 专门就像过年一样 看起来泳泳 虽然在乡丁丁丸的怒涛之下 这六百个人去台前 旧的回备教征就正是开始 大家面相都典现出非常欢喜的标签 小朋友没有拿过火把的经验 所以就来试试看这样子 蛮有趣的 小朋友很兴奋这样子 我现在住台中 因为有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回来自己的家乡 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哪里以后好开心哦 遇到我好多的同学 因为这个活动的话 是地方象征性的活动 如果能够把它办好的话 对地方的团结 对地方的教育 对地方的文化 还有对地方的观光活动产业 都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他们今天来的 站一半以上都是外地来的游客 他们会了解我们地方的产业 了解我们地方的农产品 促进我们地方的农产品的展示活动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活动 在地区台前穿的圣製卡 为今年已经开始 基本回备教征的活动 为头一年的只有二十多人 到今年的六百多人拥有参加 就让这个电影小众头是很大的鼓励 小朋友体验 那个都市生活不到 看不到的地方 你拿火把有什么反应 很好啊 很开心 我是因为觉得这个活动 相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所以让台中的朋友 因为他们之前都提灯笼 我们这是提火把 有不同的体验 这地方他们的营造 还有让他们更认识我们的文化 有相当大的注意 而且传播的速度会很快 会把这个节目的意义传播出去 每年的回备教征活动 已经是为台干传民 最期待的过年活动一日 看到有越来越多 外地UK正来参加 传民是很欢喜 也说大家也继续努力 每年伴下去 记者给门算 最后不都